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溃烂的伤口 随后又用针缝合起来 陆毅微微皱眉 额头冒着细汗 却不肯坑一声 曾福利在旁边 心有余悸 看来 果然是不能得罪女人 惊吓见状 频繁皱眉 略有些后悔 不该如此折腾她 司马彦如缝合完毕后 简单地整理了一下现场 便对金下道 袁小姐 你帮陆少帅包扎一下吧 曾富将 随我去取一些消炎的药 她虽然面上不善言语 但是心思却极其细腻 陆少帅这伤是为袁小姐受的 她总是要好好照顾才好 能够跟在陆毅身边 哪个不是人精呢 此时 室内只剩下陆毅和金下两人 陆毅率先出声道 愣着做什么 过来帮我包扎 金下慢腾腾地走了过来 看着像蜈蚣似的的伤口 心有些疼 言语间亦不似刚才那般生气 假意趁怒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受伤很好玩 陆毅见金下拿着纱布 小心翼翼地包扎着 心底仿佛一股暖流流过 让她也不似刚才那般傲娇 弱弱地回复着道 西南匪道横行 是时候清理一下了 所以 你便故意受伤 给路上将施压 让她剿匪 金下抬眸看着陆毅 嗯 算是吧 陆毅心虚地回复着 一箭双雕 何乐而不为呢 若是被你大哥知道 事情真相 你们兄弟岂不会要产生隔阂了 金下并不赞同陆毅这个做法 他实在搞不懂 为何有事不明说呢 非要层层设下圈套 不会的 大哥之所以迟迟不肯剿匪 无外乎放不下那段旧情而已 只是 这样下去 终究不是办法 你啊 我真的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金下有些怒意 连带着动作幅度有些大 弄得路易斯拉一声 痛出声 疼吗 金下立刻紧张地问道 路易点了点头 似有些示弱的成分在这里 金下健壮 又有些自责 叹自己不该和一个伤员一般见识 然而 他却忽略了 一个不用麻药缝针 都一声不吭的人 此时却因为一点点痛 而大惊小怪 是不是有些太怪异了 金下细心地替他包扎着伤口 他知道 路易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这让金下觉得有些尴尬 不敢抬头 生怕两人四目相对 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突然 路易的声音在他头顶上方传来道 你回来吧 继续当护卫队队长 他想要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 将他锁在身边 虽然两人已经订婚 但是金下却以扶桑三年为由 将婚礼推到了一年后 他不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变故 他赌不起了 只想在婚礼举行之前 将他锁在身边 路都军已经将曾副将指派给了你 有他在身边 你还需要什么护卫队 金下无力拒绝着 这次匪患 虽然有我故意涉及的成分在 但是这场刺杀却是真实存在的 路易想要告诉他 此时的自己并不安全 路光与匪患素来有交情 而此次匪患突袭 到底是巧合呢 还是有人故意为之 路易不得而知 我终究是女流之辈 能力有限 一向不服输的金下 一改以往的风格 开始自嘲起来 而路易却打断了他的话 抓起他的手 放在自己胸口的疤痕处 死死地盯着金下桥 不让他逃离 质问道 你说过的话 难道不记得了吗 金下抬眸看着路易 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前 路易 你千万不要有事 以后我原今下定会护你平安 在自己里面 搬家 来